一個年輕人趴在地上的視線 其實他們對於趴在家裡 眼看到的高度的東西 其實是療如指掌的 即是說哪裡無緣無故多了些什麼 哪裡少了些什麼 在他的眼層不同 跟我們眼層的眼層 永遠突然間 他就在很專心在砌 然後突然間叫他 為什麼那塊磚這麼奇怪 而說的是地腳線和地下 剛剛連接位的其中一塊地磚 那塊地磚有什麼特別呢 那塊地磚是揭開的 假設整個地下在這房子這麼多年 哪塊磚有花了的痕他都知道 為什麼這個樣子似是凸起了一點 很少 有個位置總之是可以開的 他知道 好奇了 莫說地下突然間揭開了 你無緣無故多了一個櫃桶 或者多了什麼都會開 是 好了 走過去一揭開 即是向上反 就沿著他這個向上反開地磚的動作 突然間他去了一個 石屎的密封的一個停車場的地方 嘩 他爬進去嗎 時空轉移 一揭開了就去了另一個空間 揭開地磚 然後整個空間不再是他自己的家 嘩 像拍戲一樣 對 然後呢 然後他靜靜 什麼事啊 哪裡來的 在於一個年紀 我猜他應該是六至八歲期間 我猜他除了膽底之外 他就想我怎樣可以 是不是看了多拉蒙太多 隨意門 入了隨意門 我真的要問他 我想他應該會聽這個節目 所以他應該自己回答我 然後很奇怪地 他形容的情況就是 一輛車都沒有 但整個地面都是石屎的 一輛車都沒有 但樣子肯定是一個停車場 但沒有車 但不知為何他肯定是停車場 然後他看到的東西 不是阿婆摸哈 不是小朋友 不是貞子 而是 我立刻想把照片 就立刻扔給Jack 讓我們的聽眾 可以同時間 在螢幕上看到 他看到一個類似 什麼形狀的一隻東西 是很難令人相信的 他是突然間 看到有一隻龐然大物 正如我剛才所說 可能某些陰差大神 之類 即真的是陰間那些 他的尺寸 可能是比人的尺寸高幾倍 然後全身是一些藍藍綠綠顏色的東西 而有兩隻尿牙插出來的 拿著叉子 然後這張照片 Jack很快便會放出來 這張照片 就是他和我形容完之後 我很低能地問他一個問題 會不會有照片看 然後他說怎樣 我哪有找照片給你 不是 我說意識 因為他有跟我提過 就說像是一些 他都不知道是印度 還是馬來西亞 還是泰國 還是什麼地方 一些妖魔鬼怪的樣子 這些是一些所謂的 東南亞的神殿裡面 都會看到的 類似一些 一些物體 所以我才問他有沒有機會 會不會又找到一張照片 他就說你自己找吧 我扔了幾張照片給他 就問他有沒有一張是類似的 這些叫什麼 他說這個很類似 其實我是打什麼去搜尋呢 夜叉 什麼夜叉 夜叉 夜叉 即是人家說沒有夜叉 那我就打夜叉 因為他形容給我聽的那個形態 那你傳給他看 他是不是說就是這樣 是啊 他說九成像 唯一不像的是什麼 這隻東西是光頭的 而他看到那隻有頭髮 還要偏長的 而他形容就是鄭伊健的頭髮 總之男士來說算是長髮 飄一下飄一下 這個就是沒有頭髮的 這個就是我找到的版本 對 除了髮型之外 九成相近 是嗎 但有沒有搜尋 其實夜叉會在什麼地方出現 其實我對夜叉的理解 就是少之有 在地府出現 就是少之有少 但是夜叉理論上 都應該是 就是地府 其實是一些陰神類 即是落鬼了地府 的東西 然後 他在這裡說什麼呢 夜叉 應該是很難相信 就是女性 當你看到這張照片 所有的夜叉都是女性 很難相信他是女性 那是誰不似女性 那 即是他是吃鬼的 哦 吃鬼的 是的 即是神來的 但是只是吃鬼的 他是這樣說的 當然他又有印度的神話 又有法教的傳說 之類的 不知了 但總之我不知道為什麼 當他形容給我聽的時候 夜叉這個字 就彈在我的腦袋 所以我就上網搜尋 找到這張照片 然後他看到這個 我先當它是夜叉 他當然很害怕 說神高神大 高自己不知十幾倍 小小丁那麼大顆 然後那個夜叉 就發出一些很囂張 但是很兇的一些笑聲 即是那些 即是那些笑聲 這些是他形容給我聽的時候 我得到的感覺的演繹 我想他真的看了很多電影 然後呢 很懷疑 但是奇在什麼呢 在這個夜叉的旁邊 無端端好像有一個 一個鐵籠 困住一些東西 在鐵籠裡面困住的 就是他天天出街 事必經過上香給他的土地公 蛤? 就在那個鐵籠裡面 即是那個土地公 那塊石 土地公的形態 土地公被困了 不是石 你當是一個活生生的土地公 就被困住在鐵籠裡面 他不是吃鬼嗎 大家都是神 然後 他那一刻是莫名的生氣 因為他是 不知道為什麼很親近的土地公 每天都要上香 是朋友 聊天 然後這個東西 就困住了他心愛的土地公 然後他生氣得爆炸 但又不知道可以做什麼 當他想 類似不知衝上前去他 還是衝上前去土地公 的時候 然後眨眼 他就已經離開了石屎停車場 然後就回到他 鋪在地上玩LEGO 整個模樣回到自己家 瞬間轉移 他完全是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那 在他來說 這件是一件 他到今時今日 他其實已經四十幾歲 他今時今日 他有說過這個故事的次數 是少之又少 因為他覺得 他說得出來 是會被人少 他 例如是否看電影 第一刀 叮噹 大哥 或者那些人 真的會當他是瘋 所以他發生了 他都沒有什麼可說 但我是用他去說 這件事 因為我說 其實我絕對相信 這個世界 什麼都有機會發生 是 而 還未完 後續 就是 相隔了不太久的時間 他突然間有一次外出 發現土地公被人拆了 他當然是超不開心 但是拆了 很少會拆 很少會拆 要拆整個村子拆 對 怎會只是拆土地公 拆了的意思 不是拆 是毀壞了 並非拆了 而是被人刻意毀壞了 毀壞了 對 譬如他有個很大座 一個春首有個碑 他是看到 總之有毀爛的跡象 然後 事情就是這樣過了 不過你剛才說 是不是好像穿越時空 其實我早前也聽到 有個朋友 他有說過一件事 給我聽 就是在98年的 法國世界盃 那一年發生的事情 是 為何這麼肯定 因為 他當年 幾乎每晚都追世界盃 才是初賽 打初賽的時間 為何這麼肯定 因為一晚可以打幾場球 他幾乎每天都在看球 每晚看球 一晚看幾場 當他跟他女朋友 在房屋裡看到第三場的時候 突然間 就有個電話響 就是這個女朋友的姐姐 告訴他們 我炒車 他告訴我 我記得他說 他駕駛一個小車 好像Echo 那一輛 在林錦公路附近 就炒了 大埔 大埔和錦田 那條林錦公路 炒了車 然後喊救命 就找人幫忙 第一時間 當然是找 找一些有車的人 是嗎 就是找了自己妹妹的男朋友 來救命 他住在大埔 本身這個姐姐 就住在錦田那邊 OK 他就在大埔 跟錦田中間的附近 林錦公路附近 就炒了 叫他們救他 接著 他說已經接了 都已經爛得不齒人形 接著他們就開車 在大埔那邊 就一直沿路去找 究竟他在哪裡炒車 當然他告訴他在哪裡 但是他也要找 他倆同一時間 就走那條林錦公路 林錦公路 大家都知道 就是單線雙程行車 單線雙程 就是外面的路 就走那裡 他就走那條路 一路找 咦 為什麽沿路找來找去 找不到 他炒車又在哪裡 沒有理由會落 找不到 因為單線雙程一定看到 那又走走走走走走 走了不久 走到那個姐姐說炒車為止 都看不到 於是就繞多幾個圈的 都找不到 然後想一下 不要了 不如再繞遠一點 繞到他的姐姐家附近 看看會不會在那邊 差不多把他扔到錦田那邊 那邊又沒有 然後又回頭 周圍繞又繞不到 然後回頭 回頭看見他的姐姐站在巴士站旁邊 車子就炒在那邊 就是自己炒自己 是 但他們說奇怪 剛才我們明明經過這裡 為什麼我們兩個人都看不到呢 而且你炒到這樣 我經過一定看到的 單線商城大家想到有多寬 就是兩個車那麼寬 是兩個車那麼寬 而你炒了的話 你一定會阻礙我走 沒錯 然後他們竟然是回頭一會見到他 你想想 由大埔去到錦田 錦田在那條林安公路那麼長 回頭才見到他 你想想 然後他們說 為什麼你們在這邊過來 為什麼你們在錦田 我找了這麼久 你現在才來 早點還在錦田那邊過來 我當然在大埔那邊過來 我告訴你在外邊 我在大埔那邊 左手邊經過見不到 我才走到右手邊 右手邊回頭才見到你 他覺得好像他們是 好像 正如你剛才所說 時空交錯 去了另一個地方 所謂的結界 所謂的結界 他們好像去了另一個空間 你讓我想起那套很長的名字 不知道什麼大埔什麼 啪啪熊 對 你讓我想起這件事 我想起結界 我想起阿姨 他一邊開車去找 其實旁邊可能是 你有沒有看過《失蹤》那套電影 阿嬌那套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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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有一套電影 他類似是這樣 好像去了另一個空間 OK 我想起整個畫面 駕駛車 找不到家姐 找不到炒車位 然後可能打電話 又完全聯絡不到 不知道為什麼 電話收不到 我錯過了 他真的 他打電話 他打電話 打電話也是不通 沒有人聽 如果你是離遠 去看這一幕的時候 應該到處沒有其他車 水淨河飛 只有自己的車 不知道去哪 他說不斷打電話 讓家姐找不到 因為這件事發生在你朋友身上 變成你朋友沒有理由欺騙你 但一些類似的事情 以你的理性分析 你又會怎麼想呢 這個真的很難解釋 首先第一件肯定的 就是這件事一定是真的 這件事一定是真的 炒車也應該有新聞 炒車也有新聞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 兩雙眼都看不到 四雙眼 兩雙眼都看不到 還有問題 你現在說的 臨感功路是單線相成 其實你說我在對面馬路錯誤 我只顧著看左邊 我右邊看不到 剛剛兩個只顧著看左邊 你是必經之路 你沒有理由 經過你看不到